由多倫多台湾同乡会举办的第三届台湾传统节 Taiwan Day 结合了台湾多元艺术以及夜市小吃文化 吸引了上千位加拿大各族裔人士 以及台湾侨民前来参与 台湾传统节在每年的五月 亚裔文化月来举办 展现了丰富台湾文化 也让加拿大这个今年建国满150年的多元社会 变得更多采多姿 电音三太子和舞者让现场气氛热闹滚滚 一旁还有车伦饼 臭豆腐 鵝啊煎 烤香肠等小吃摊位 原从宜兰前来的当代月方更是加持住镇 多伦多台湾传统节母亲节周末 在临近多伦多市中心的Woodbine公园盛大举行 全场洋溢着浓浓的台湾味 今年的台湾传统节迈入第三届 由多伦多台湾同乡会举办 也是第二次选在户外进行 多伦多台湾同乡会新任会长林启信 率领的新一代年轻团队 同力合作下显得火力十足 这个活动其实意义非常非常大 因为我觉得说其实台湾对台湾传统 其实邀请了台湾的一个团体 来到北美这边来这边表演 然后展现台湾的一些艺术 其实我觉得不应该就只是 留给我们台湾人去观赏去看 那我希望是把它传达到mainstream 让更多当地的居民 或当地的多很多人 然后一起来参与 然后来体验我们台湾的小吃也好 表演也好 或是我们的一些夜市同玩也好 其实我觉得这样他们才会知道说 想要好奇说台湾是哪里 然后才会想要去台湾去参观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想要传达的一个讯息 多伦多五月的天气一向多变 但当天天空作美 让各项活动都顺利进行 吸引很多加拿大主流社会 及各族裔人士参加 而当地台湾相亲也十分捧场 西家带阵前来 趁机回味家乡味 驻多伦多办事处处长石永梅表示 今年是加拿大建国150周年 台湾传统节让加拿大这个多元社会 更多采多姿 我们的活动非常的多采多姿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让我们加拿大的友人 了解我们台湾丰富多元的文化 也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来证明说 我们台湾的文化 为加拿大这个多元的文化社会 贡献了非常的多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要特别谢谢今年的主办单位 就是我们多伦多的台湾同乡会 活动现场五花八门 各色小吃和游戏摊位 还有台湾民俗艺术作品展示及教学 结合传统与现代极具特色的音乐表演 当代乐方 忠实传递台湾文化 主办单位并邀请到多伦多当地知名舞团 乐团和歌手助阵 包括文化节摇滚乐团班底西巴拉 加拿大中文电台生动温哥华 歌唱大赛冠军徐少红 热情火辣的白虎舞团等等 节目丰富精彩 我刚才吃到粽子的时候 就觉得很开心 然后我有点意外 多伦多有这么多台湾人 为了表示对台湾传统节的重视 加拿大安大略省 进步保守党议员何德蒙 特别到场之意 也期盼多伦多台湾传统节 能够越办越盛大 越办越好 台湾宏观电视虎玉利 加拿大多伦多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